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亲爸爸的蔡杨坤说 一切都是希望儿子有一天 可以以他为荣 要吃的吃最新鲜的 從小我们在渔村转大 我们对海鲜的食材 要求我们还满高的 要稍微一点点的不新鲜 我们就吃不下去了 那个每个人不要去 太夸张了吧 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料理 怎么那么多海鲜 全部都是海鲜啊 而且是新鲜的 好浮沉喔 不好意思喔 帮你上一下海鲜威面喔 一上桌就叫人惊呼连连 还舍不得吃前拍照留念 全因为这一碗海鲜威面超级霸气 就叫可可都是重量级露 我想任何一个人 看到这碗面沉浸在里面前 应该会停止不了 你蠢蠢欲动的那种残念 因为我们平常吃到 大概就是碎的龙虾 或是几块龙虾肉 但是它是一整只龙虾在里面 所以我想这个是 它最吸引我的地方 鲍鱼真的是鲍鱼 有人是拿九孔鑲鑲鱼 大支的九孔鑲鑲鱼 它是真的是鲍鱼 吃下去就是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一个人享用一整只龙虾 一整颗鲍鱼 还不过瘾吗 碗里头还有一整只龙虾 射到饱满香囊的蟹膏 两大颗北海道生干贝 以及一大块鲜鱼等着你品尝 每一种我都喜欢 所以我通通吃光光 活到六十几岁了 没有吃过这么好吃 这么鲜甜 这么鲜美的海味 从视觉到味觉 都叫人好享受的关键 就在于选材 老板蔡杨昆坚持选用活海鲜 要完美呈现活海鲜的鲜甜肉汁 太阳昆缘烹煮的方法也很讲究 牛虾螃蟹和鲜鱼 通通得经过牛骨高汤的机路 牛骨汤去配海鲜 你会觉得说这样子会很搭吗 你看中国文字很奇妙 像新鲜的鲜 就是海鲜加肉 那就是等于鲜嘛 温火 就用泡的方式 它就是一直在九十几度 但是它不会沸腾 它不会沸腾 因为有时候你沸腾 挤压到里面的时候 会把水分挤出来 所以它的汤汁 它就会流落在这个里面 所以吃起来肉汁就没有那么鲜甜 北海道生干贝 所以至少手法逼出浓浓的海洋气息 本身也很喜欢吃海鲜 那冷冻的肉 它本身就是会有点粉粉的 那新鲜的肉不一样 它本身肉质 会比较鲜甜以外 它是带有Q劲的Q弹 而且厨师我觉得烹调得很好 因为海鲜类的东西 不能烹调过久 过久的话 它肉质会比较便宜 那它的烹调时间刚刚好 肉质就是Q弹了 但是不会硬 这个龙虾 有的对我这个 鸭狗不是很好人 吃下去 对我来讲是暖硬之中 因为我曾经吃过 有的龙虾太硬了 它是煮得太熟了 会太硬 我们鸭狗比较不好人 就咬不动这样子 因为口味经得起老饕的考验 让海黄味面一推出 就成为正店之爆 但你知道吗 这碗面 其实还隐藏蔡阳坤 对家乡的关怀 蔡阳坤的家乡 位在东北角的奥底渔港 是一个没落的小渔村 渔民大都上了年纪 但为了生计 他们依旧坚持出海讨生活 瓜哥今天走好不好 可以啊 因为我从小到大 看一些老一辈的捕鱼 像我外公他们那一辈的 都是在捕鱼 其实捕鱼真的还满幸福的 鱼货一多的时候 价钱就不好 卖不掉那些都是耗损 我现在在开餐厅 我觉得我有能力 我帮助家乡 帮助一些老一辈的 解决他们的鱼货的问题 原来蔡阳坤 特别回家乡采买 是为了帮忙家乡长辈 解决鱼货滞销的问题 另一方面 出生渔村的他 对海鲜的鲜度 特别讲究 他认为直接跟渔夫进货 就可以跳过盘商 抢到最新鲜的很牢啊 这个鱼喔 它可以做Sashimi 生死等级 因为我们这料理的方式 是用泡的 它不会破坏鱼的组织 它要保留它的水分 它要保留鱼的最新鲜的 甜美的味道 超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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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的 超新鲜的 郭政公 今天的鱼我都要拿回去喔 好 如果以后还有的话 打电话给我 我马上就来拿 好的 每次回家乡采买 蔡阳坤还会去个秘密基地 因为那里有他最珍贵的儿时记忆 两只 好大只喔 这只红蟋 这超级肥的 以前家里没什么钱 想要吃肉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去捕螃蟹 捕龙虾 有时候回去 煮一煮一大锅 每个人 小朋友超开心的 哪一只龙虾 剥开 然后就每个人在那边啃龙虾 人家啃鸡腿 我们是啃龙虾 我们真的穷 只能吃龙虾而已 别看蔡阳坤现在很怀念 那一段穷到只能够吃龙虾 螃蟹的童年 其实过去的他极力想要摆脱贫穷 而迷失在金钱游戏 在开餐厅之前 他是个超级营业员 一年收入高达三十百万 以前帮客人赚钱 因为你看到金钱流动太大 流动太大 你不会把钱当作是钱 由于股市操盘的工作 赚钱轻松 工作时间弹性 对身为担心爸爸的蔡阳坤来说 还可以兼顾家庭 无疑是全天下最好的工作 但他千算万算都算不到 一个贪念 就毁了这一切的幸福 人会贪嘛 因为我也想要说 让家里过好一点的生活 那加上说你本身自己 有赚一点钱的时候 甚至有点资金的时候 我就想要跟他玩 那我就会越买越大 光那一个月的行情 我就赔了快六百多万 我就几乎的所有的继续 差不多都已经赔进去 毕生的积蓄 在一夕之间全被套牢 蔡阳坤为了养家 只好到处兼财赚钱 无暇照顾家庭的他 只好将儿子 托付给家乡的老妈妈 他最近比较没有时间 回来看你们 下个礼拜 我就会把小孩接回去 心疼是心疼 每个人也是心疼 哪一个父母不心疼儿子 我们都是这样子 有帮忙就帮忙 看着老妈妈 因为心疼自己而落泪 蔡阳坤的心里满是愧疚 加上儿子也对自己的工作 产生误解 更坚定他想转行的决心 学校不是都会问吗 父母亲做什么行业 他都说爸爸你是做什么行业 我看你都在讲 对 然后我就会想说 爸爸是做金融业啊 他说金融业啊 他小孩子都不懂 是什么叫金融业 他就有说爸爸就是玩股票啊 然后他就跟老师讲说 我爸爸就是玩股票 就是每天在那边玩电动啊 他觉得说我爸爸好像没有在工作 可是他不知道说我在公司 在家里我也是在上班 一个想给孩子做榜样的念头 让蔡阳坤的人生急转弯 快四十岁了 居然选择从基层学徒做起 陆续做过水电工 玻璃工程和广告输出 他不怕辛苦 只为了学到一技之长 出来工作以后我才知道 钱怎么那么难赚 我留了一天 从早做到晚 再赚个两千多块 我可能早上在家里操盘 我可能一通电话 我就赚了两千多块 直到巧遇同乡好友邀他一起开店 才意外开启蔡阳坤的厨师之路 因为知道自己没有餐饮背景 起步又比别人晚 蔡阳坤为了早日厨师 刚开店的时候 他几乎是住在店里头 鑽研厨艺 那我们慢火去细炖的时候 所有的他的筋 骨髓 肉 他都会浓于水 所以他的乳白当中 他会带一点一点的鲜红 一点点的鲜红 就代表的时候 我们的汤味道已经够了 那我们会闻他的香气 因为上面会有一层很厚的牛油 那牛油就代表他的甜味 只不过这样的拼劲 却引起儿子的反对 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会反对 他觉得 为什么爸爸都不回来 他会打给我 反正每天他都会打电话给我 他下课到家 说爸爸我到家了 那爸爸你今天会不会很忙 我说爸爸还在忙 那晚一点再打给你 他说爸爸没关系 你去忙 我自己会照顾自己 他在跟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去照顾他 我小儿子有时候去买玩具 我说爸爸这个好贵 不要买 我看看就好了 看看就好了 那我一会听到我说 这个我还不买给你 我还是冷嘛 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啊 我就说 其他小孩子他自己会知道 爸爸很辛苦 赚钱不容易 所以他宁可选择 看一看就好 他也不会说 爸爸我一定要 他是不是知道你赚钱 对啊 对啊 儿子态度的转变 让蔡阳宽既心疼又欣慰 冰火交织的心情 也意外给了他灵感 研发出这一道独门料理 冰火牛肉面 仔细瞧冒着热气的牛肉面里头 泡着一片足足有半碗公炸的鲜红肉片 这就是让老饕为之疯狂的澳洲和牛 油花丰富 入口集容 再搭配牛筋 牛腩和牛腱 还有慢熬八小时的香Q牛尾 一碗面暗藏冰火相容的美味秘密 重复25度冰库拿出的冷冻澳洲和牛 放进90度牛骨高汤中 以热泡方式慢慢熟成 泡到三分熟 最能品尝出澳洲和牛特有的奶香和油香 就是防止它的水分流出来 你一般我们去吃刷刷锅 刷刷刷 为什么吃起来不好吃 因为它的水分在刷的时候 高温的时候它会流失 所以你吃起来不好吃 你用泡的下次你试试看 然后肉泡在那边 你再泡个五秒 你试试看 那口感非常非常的滑 非常入口即化 很好吃 一边是生的 一边是红的 你在外面有看过类似的 没有耶 没有耶 其他的地方就是它那片和牛 非常的美味 牛肉面非常的有层次感 因为每一种肉质的口感都不同 对 加上还有和牛的一个吃法 是我在外面从来没有试过的 顾客的肯定给了蔡阳坤很大的信心 也让曾经迷失在金钱游戏的她 重新找到人生定位 我宁可可能没有赚到什么钱 但是让客人吃得开心的 他来吃饭是一个开心的 开心的离开 因为明白人生不应该再以赚钱 为主要目的 蔡阳坤现在活得很踏实 她将持续守着炉火 以父爱调味每一碗面 希望儿子有一天能够以她为荣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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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